在Kings Street 有一间很出名的咖啡叫Lawin咖啡店 他们做的咖啡呢 在西亚在澳洲都有很高的盛誉 在这个Lawin Panic 孤独的行星上面呢 澳洲有三间只能推崇的咖啡厅 Lawin就是其中一间 作为一个亚洲人 在回到这个咖啡的业界里面 创去一遍天地 能够得到很高的尊重呢 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好像一个鬼老 他开了一间烧腊店 要是烧了烧鸭呢 你得心烧鸭还好吃 这就留意了 下面我们就邀请Jack 为大家讲一下Lawin的故事 谢谢大家 稍等我一下 这个成功的 这个要先软掉 很不好意思 OK OK 糟糕了 我不怎么看 OK OK 好 那个 敲务员 张正达先生 好 那个 林委长 Janet 还有 副委长 还有 我们在座的一些上会的民运会长 基隆军 还有我们的李怡庆 那 在座的先机们 大家好 我是Jack 好 那 其实 OK 其实 Lawin 其实没有 只是一个小生意 只是我们 做 做这个 咖啡做 有一阵子 那 没有各位 说得这么 这么好 but 我们其实 我们的 品牌之后 故事 这句故事呢 其实就是 我们一直很想要分享 我们怎么样去做咖啡 OK so first of all when I start coughing I know nothing about coffee ok I bought a coffee machine I don't know how to operate I bought a grinder 我以为只是把东西放上去 他就要自己为了grind 就是 因为你要把那个power插进去 还要按那个button 这样 所以真的 做咖啡 其实就是很像 刚刚艾伦讲的 如果你有 想要很快的进度状况 真的 加磨很快 因为你省去了很多 没有必要的一些 错路 好 那我今天呢 呃 我们会讲说 who are we talking targeting time 谁是我们的target 我今天如果说我们要做咖啡厅 谁会是我们的目标 是 不喜欢喝咖啡的人 还是喜欢喝咖啡的人 你说是喜欢咖啡的对不对 其实啊 其实啊你要把目标设定为 不喜欢喝咖啡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要让他们喜欢喝咖啡啊 这样你刚好在心里 这样你才有那个 passion 去做那个咖啡啊 如果说 好像说你今天来店里面 很多人来到店 然后说 诶 Can I have a cafe latte I get that a lot cafe latte we don't serve cafe latte that's starbucks 我们在澳洲 我们serve with latte we don't have cafe latte we don't have cafe latte right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太多 太多从亚洲来的人 他们一来店里面就说 one hot cafe latte hey 那我会怎么办 what's hot cafe latte like for me 我们的 hot 是真的很 hot 因为 it could go up to like 65 degrees you know 66 67 whatever but then 我们要serve的咖啡的不多 在哪里 基本上都在62度跟61度左右 那 这是一个trained person 他会去做 他会去做 他会做品估的事情 那结果这个人说 我要一个hot cafe latte so the content person 我们就会 蛤 hot 所以他就press hot 就一出来 哇真的太热了 结果这个customer 恐懇就说 为什么你的咖啡那么好 那你不是要一个hot cafe latte 所以这是culture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开咖啡厅 或者说想要进入咖啡的 等等 我不知道先搞清楚我们在哪里 那我们要去enjoy我们这个 you know ozy coffee culture 然后去学这个ozy way of making coffee 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ok 我们现在的公司呢 有推出这种东西 这个叫做coffee drip bag 再来IGA啦 farmers check啦 一些小型的coach 我们都有在骂 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种东西 是因为 因为你站吧台站久了 你真的很不想要面对客人 因为客人会一直问你东西 他会说 oh how is the meal today how is the coffee today how is the coffee today 我说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一个coffee 我又不是一个杯测师 难道我要适合这个coffee 给你之前 等一下你胸部要动 我先帮你喝喝看 今天咖啡不错了 再给你喝 不可以这样子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你做了这种东西 像我们现在在做这种drip pop 你可以在家里自己泡 打开以后 再加你自己冲 你喜欢淡一点 多加一点热水 你喜欢浓一点 少一点热水 基本上我们这种drip pop 可以打开 我现在在做产品介绍 不好意思 打开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小小包装 这个小包装呢 我们就把它拆开 下一次就五分钟了 打开 你这样打开 你有你的泡 来 Open this up 你就可以加水 加了水之后呢 你就可以喝 喝完之后怎么办 这泡里面有咖啡沾对不对 丢回去这个泡 然后当你喝完这气沸 以后这个泡 大概有一半 就开始种你自己要的 这是最简单 这是非常环保 非常简单的一件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的concept 我们不是说 只做一个咖啡店 我们要去找出其他的product出来 那 为什么 我们要去做一些 这种东西出来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 你做一个咖啡 你已经把一个 一种生活 应该吧 应该是说 你已经把咖啡带进你的生活 你早上起来 你就会想要做什么 早上起来 你就会想说 欸 现在没吃了 不然 Ivan Ivan 约一下 喝咖啡 那 为什么你不能说 Ivan 你来我家 我泡咖啡给女儿 我还泡 蜜蜜的咖啡给女儿 人人都是 barista You don't need to be me You don't need to say How is the coffee today No 你自己决定 How is your coffee today 对 再来 欸 好 我刚刚就是 你因为才问自己的咖啡师 就是how So 这种东西 它是非常环保的 那我希望说 现在我们 一直在走的一些 步骤 也是 一直往环保的方向去 去做钱 进 所以说 现在 其实说 如果说一家咖啡厅 你说要花 五万块 十万块 要做一家咖啡厅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光是一个 咖啡机器 跟那个 Glinder Coffee machine will cost you probably 30-50,000 2Glinders that's pretty standard 1Glinder is roughly 8,000 所以2Glinder is 16,000 所以光是Glinder 跟Coffee machine You can look at around 60 something 然后加上 那些stock 什么什么 所以一家咖啡厅 现在在做的话 我们常在讲说 西奥这边 一年会有 300家咖啡厅 开幕 那你一家咖啡厅 你给它算做 可能 现在都用新的东西 所以大概一家 可能要15万左右 但是呢 每一年大概500家 500家在倒閉 因为竞争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 我现在变得那么瘦 真的没有饭吃 拜托 倒回咖啡去多喝一下 好 好 那最后呢 我必须要说 如果说 你真的有对生意 非常有兴趣的话 我们找博文 好 博文在后面 如果说 你对生意 不懂了怎么规划的话 我觉得 要去找中情 好 跟他讨论一下 那如果说 最可怕的是什么 保险 一定要去找博文 你问为什么 我有一个员工 在那个厨房 He cut his hand 我的员工在厨房 捡到手 结果他说 他要告我的 我说为什么 I chair a chef 那你是chef 为什么要告我 他说 你家的刀太利益了 不得 那 结果他要告我 那我怎么办 还好我有保险 所以保险非常重要 所以他去找博文 好 到最后 我想说的是 茶 我们可以有Ivan 咖啡 如果想要加盟的话 也可以找我 谢谢大家